高铁一直都是国人引以为好的一件事情,目前,世界上有建造高铁能力的国家只有六个,日本、法国、德国、中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但是现在在国际上接高铁订单的,基本上就是中国和日本两家的竞争,但是最近几年,日本在和中国的高铁订单竞争重频频办下阵来。 2013年,中国承建了土耳其、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高铁项目,14年的时候我们又拿下了一名55美元的高铁大单,早在09年,我们就和委内瑞拉签订了高铁项目,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在高铁竞争中占据上风呢? 我想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内部原因,日本建造的高铁的公司,主要是大名鼎鼎的传奇重工。 2004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高铁技术,当时和国外一些公司,签订了高速写路改造项目合同,引进高铁车辆,并且合同里还有技术展让的部分。 当时签订合同几家公司里面,就有川崎重工。 中国高铁也是从那时候起步的,可以说,它是中国高铁的师傅之一。 但是去年的时候,川崎重工爆出丑闻,在车架钢材上偷工减量,造成事故,接着各种问题被爆出,道具品还形象受损,竞争力大不如前。 二、外部原因 正当川崎重工风雨飘摇的时候,竞争对手们却开始了强强联合。 中国制造高铁的两大公司,被车和男车合并,德国西门子公司交通部分并入法国阿尔斯通,开始强强联合。 竞争日益激烈,外部环境日益恶劣,更是加重了川崎重工的困境。 三、方案不如中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是中国和日半两国竞争,一名高铁项目时候的方案。 可以看出,不管是造价、供期,还是贷款政策,日半都不如中国,而造出来的高铁项厂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怎么选,我想大家都有数。 但是中国的高铁虽然竞争力志意加强,这固然可惜,但是也存在着很多远忧。 比如委内瑞拉的高铁项目,一个地区要建造高铁,一般来说,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有比较密集的人口和流动量,第二要有大量的资金。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有充足的电力供应。 而当时的委内瑞拉,任何一个条件都不满足。 而当时,委内瑞拉千码行空的想着,我要建高铁,和这个时候正急于走出去的中国高铁一排集合。 在没有任何资金保障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垫着钱就开工了。 从09年签合同到现在,委内瑞拉国内经济崩溃,通货膨胀严重。 委内瑞拉民众每天满脑子想的是,我今天能不能买到点吃的,谁还关心高铁,所以一直都没有解决资金。 几十亿的建造资金一直都是我们自己找钱自己造。 而中铁在官网上是这么说的,在没有收到工程款的情况下,兑现承诺。 不仅有助于展示中国企业高度负责的良好信誉,还可以扩大影响力。 中铁克服还贫困难,工会干扫,货币贬值,物资匮乏,治安恶劣等问题,展示着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 这样的走出去,已经不是正常的商业活动了。 有的人说,这很好地继承了阿Q精神。 14年的时候,中国和墨西哥也签订了一个高级合同。 不过后来墨西哥方面放弃了,没有动工,墨西哥的情况和委内瑞拉差不多。 如果开工,可以想象后果又是我们自己买单。 认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是好事,但是应该尊重商业规则。 明知亏定了也硬着头皮上,是不明知道。 不能只要面子不要理子,这样中国的高铁才能更快更好的发展。 你们觉得呢?支付宝首页搜索58349957吧,最高可以领取99元红包,每天可领。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